大家好我是群人的董仔 大家好我是群人的鄭醫生 我是沐昕 哈囉大家好我是群人的妮克 大家好我是展榮 大家好我是展瑞 大家好我是石頭 有一次我在一個工作上面遇到玉琳哥 然後玉琳哥就隨口說 有機會我來演你們的那個片啊 結果不說還好 一說這麼大陣仗 他應該也沒料到 這通告是你幫我們敲的啊 這個是把他過度浪漫化 我們不是在街上遇到 是他來錄我那個時候MBA 就是請我錄了幾集的這個推廣影片 那他來當來賓 那結束以後呢 我們就 可是感覺還算有什麼話要說 結果我們彼此不約而同 非常有默契 就跟戀人一樣的說 我們有機會可以合作嗎 那你也講過我也講 我說妮克你回去想一下啊 其實我還滿樂意參與你們的演出的 那我去想了三天 主動告訴我說 玉琳哥我想好了 我們真的可以來合作 這樣子好了 你跟Melody那個十一點熱炒店 然後他說他也都 每天準時收看 那乾脆就以我們這個節目為背景 他來構思 這樣子一個戲 太棒了耶 真的托你的福 感謝感謝 Melody姐真的就是 哇 漂亮 因為我上次來錄影的經驗就是 我一直在看Melody姐的腿 然後玉琳哥的話就是 真的跟電視裡面看到一樣 他反應非常快 然後很好笑 好笑到有時候 我不知道他講話是真還是假 我一直被他騙 結果大家就說 那是假的啊 那是假的 玉琳哥的話就是 他還說 他的那個OMG是超妳的 是學妳的 然後大家以為是他自己發明 他說沒有 我那個是超妳們家陰森的 他說OMG 我學陰森的啊 對 Melody是我心中的女生 對 對 女生 所以 我一直在找機會接近她 終於找到極度人 我是他們忠實的粉絲 那個每部片我都看過 所以呢 每個人我都相當印象深刻 因為我很喜歡他們的那種 生動自然的演技 好 那你要問我最喜歡 那我一定是男生嘛 我對那個陰森 當然我會多看幾眼 對 我會救Melody姐姐 因為他感覺 女生就是比較細心會照顧人 如果他掉進水裡 我救他 我覺得他還會給我一點 V被回饋 可是我覺得玉琳哥下來 就是 喝采驗詞 這樣 頂多這樣 對 救玉琳哥幹嘛 一定要先 把Melody救上來之後 玉琳哥說 順便幫我 我就一腳把他串下去了 然後在那邊增加我的負擔 像中 哥應該是很會游泳 小時候真的是游泳校隊 六年中班 沈玉琳刮虎寫飛魚 哥就隨他去吧 這是正常的 因為我的 你忘了 你是飛魚啊 對 他小時候是游泳校隊 他有一個外稱叫飛魚 所以他們知道你會游泳 我不會 從事掉進水裡面 連我都先救你 對啊 因為他有一個外號叫飛魚 對 Flying Flying Fish 我小時候是游泳校隊 我專長碟士 那游起來 仿佛飛魚在海面上跳躍 對 我生命力多堅強啊 我一次被 被拖鞋拍下去 我還是活到現在 我會選我最討厭的尼克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鬼腦袋你知道嗎 他常會有一些 對啦 搞不好他就會知道什麼生存法 跟著他就對了 貴基因好 石頭 OK 那我可以改嗎 你要幹嘛 不行了 我的部分是董仔 欸 你是不是 世界末日還帶一個拖油餅 這絕對不是拖油餅 因為我覺得董仔很照顧人 對 所以就是傳統 你都已經世界末日還沒辦法獨立 可是董仔鼻子真的墊太高了 這個是另外一回事 真的天啊 你有時候世界末日看到他的鼻子 你會覺得說 欸 你不要 你不要亂轉頭 我很容易被你那一棍子打到 對 真的 就是殷生啦 對 我們家第一女主角 演最好的就是尼克啊 他已經演出他自己的一番風格了 對 所以老實說 還有他的味道 對 我整個影片在看 我每次看到他我就會想笑 如果你是以電影 他來說那就補他 可能是我 好的話 我第一個 腦袋閃的是你啦 沒錯 謝謝 對 但是因為你 你討厭我稱讚你 我就想說那我換轉位 沒有 是我 我 OK 沒有啦 這種藥稱讚 喔 這種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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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個藥 真的是你很不懂 冰森演技是 蠻值得說服人的 這是真真的 那因為最近 雙胞胎演的 都是很平凡的角色 所以我發覺不到他們的特色 最常NG喔 以前是尼克 我覺得現在是我耶 以NG來說 我覺得是他 但是以螢幕來說 我覺得 看起來 演得比較不好的 演得比較不好的 好像 剛剛好像沒有 演不好的這個題目 對啊 有為什麼 只有演得好的 這樣就好 你既然都開口 沒有 我沒有開口這種事情 對不對 如果這種 那種很少NG的 確實是我比較少 因為我比較會記詞 NG的話 我自己是覺得是我 因為我滿想卡詞兒的 我嘴巴都會打結這樣子 石頭啊 他石頭啊 念字路都念不好 都他 欸 他有一次 他有一次念字路 要幫人家分擔 結果自己 超爛的 還敢說分擔啊 對嘛 所以他是幕後啊 他一直要重來 人家都已經演完了 已經非常好了 他說等一下 我覺得啊 剛剛那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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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不斷上訴 然後他重頭再來一次 因為他們幫我編排了一段 就是重現 很好笑 我的經典之作 分手雷彈 那我在裡面幹嘛呢 我飾演楊帆 戴著白手套穿著運微服 對 哇 我演得好開心喔 很開心 怪不得當年帆哥這麼愛主持 這個節目 當時就一次 兩次 三次 因為我覺得還能夠更好的 所以就是有多錄了幾次 我覺得會去突然跟你說 欸 我去公證了 搞不好展榮 喔 因為他 他就是鬼靈精怪 他有時候突然想到 對 我是這樣想 他連背上都沒有 你覺得他會突然去公證 對啊 就突然啊 就說其實我有個怎樣怎樣 你就嚇死了那種 靈際動 對 我覺得有可能 閃婚的會是我 我以為妳在講他耶 真的 對 因為之前那個老師有 就是算命老師說 如果結婚的話 會發大財 我曾經為這個念頭 我差點就要去簽字了 所以是董仔 沒有 因為董仔隨時都在等 他的那個另一半 因為他也會不要 但如果他遇到下一個願意的話 確實啦 他的那個欲望真的滿長的 他直接簽字了 應該是說 不能說董仔在閃婚 是董仔在等婚 對 他在等 他在等 你們會發現他一直會強調說 我其實很晚婚 我還好喔 可是他的那個還好講得很不真誠 對 他其實一直在等待一份 心裡有個渴望 就很諷刺 往往說 機會留給準備好的人 他準備好很久 機會一直不給他 都很諷刺 很可惜 真的是很可惜 像我們這邊 餵董仔莫外一分鐘 真的 石頭他會摳腳趾頭縫 然後拿出來吻 誇張是什麼 他會給木星吻 這真的嗎 這真的啊 沒有 我跟你講 你知道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他 你可會這麼清楚嗎 對 我在旁邊 對 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又對 我也會 木星有個癖好 詭異的是 當他給人家 通常我們會閃 對 我有一次 我在拍戲的時候 余光看到 怎麼有個女生 是很認真就是 真的耶 他是享受這件事情 他是享受的 對 一個願打一個願愛 對 上次他還收集 一系列的絞縫 然後放在茶包裡面 要給木星拿去泡茶 我覺得你教了我很多智慧 真的 關於很多事情 我覺得你提升了 我人生的經驗 我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 我同意 這是一個很奇妙的一種化學作用 因為 本來不認為兩個人就是會走遭在一起 但是在一起了以後又覺得很好笑 然後很合拍 對 我們是 互相向彼此靠近 互相跟彼此傾斜 就是 Melody呢 他漸漸就被神話了嘛 他開始以為講黃色笑話 我沒有 我哪有 什麼時候講黃色笑話 然後我是英文也進步了 真的 他英文有進步很多 所以我們是互相學習 沒有 他沒有講黃色笑話 倒是變得會講笑話 對對對 比較幽默 他帶動我的幽默感 這樣子 我有一次問他說 說你那個 那個 回家你老公會講黃色笑話之類的 他說我老公不會啊 然後Melody就講說 我這一輩子 聽過的所有黃色笑話 都是你跟我講的 4月14 晚上11點 TVBS 40的頻道 這群人在11點熱草店 一定要準時收看喔 4月18 還會有這群人在11點熱草店 第二單喔 4月14 晚上11點 TVBS 好像10點是他講的 你幹嘛要講人家講 他要分單 對啊 OK 我要分單 你這樣子順序 4月14 好 4月14 OK OK 我剛剛就滑過 4月14 晚上11點 TVBS 42頻道 這群人在11點熱草店 一定要準時收看喔 準時喔